法務部法律師 州司長 請州司長 法務部林副司長 林副司長 司法院合法官 請 司法院 三位好 首先請問你們三位現在頭腦清醒嗎 啊 清醒嗎 不清醒可以休息 你們三位清醒嗎 都清醒嗎 那你們在這裡講話算不算數啊 待會講話要不要算數啊 不算數就不用問你們啊 我請問你們喔 本來我是不想問的 剛剛廖委員在提起啊 因為林立夫出生已然 我請問三位 林立夫 到底是哪裡的人 是哪一國人 回答 回答啊回答不出來 到底要換什麼錯 換什麼罪現在不能回來 回答 誰回答 光部回答 我也好 那麼林立夫他 那個的行為 那麼在九十一年 我們是用陸海公審刑法 第二十四條 投敵罪 來發佈他的同情 因為他去到 他投敵到大陸去了以後 還有參加 那個中共的黨政軍的組織 那麼我們不與全國中國人民為敵 所以他投敵的敵 指的是我們那個 對岸 中共黨政軍組織的人 所以他只要參加 中共黨政軍組織的行為 還在繼續 就符合 刑法 八十條第二項 繼續犯 所以他那個 他現在投敵的行為 還在繼續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依法同情 那法國部有沒有意見 針對這樣的見解 法律見解有沒有意見 剛才有說明過 如果他的犯罪性質 是屬於繼續犯的話 我現在跟你討論這個個案裡面 如果 討論這個實案 他這樣行為有沒有 有沒有繼續罪 因為那個 按照國防部剛才的說明 他們是用投敵罪給他發佈通緝 那你表示說你也認同他們的看法嗎 因為如果投敵罪是屬於繼續犯的話 按照法律的國連結 就是要那個實效的起算是從 那司法院有沒有意見 針對這樣的法律見解有沒有意見 那報告委員 這個林毅夫拉案子 是屬於軍事審判 軍事機關 軍法機關的審判案件 那軍法如果不對的話 你們法務部有沒有意見啊 這不是我們執掌 我們司法院 那法務部有沒有意見 如果他們搞錯了 怎麼辦呢 誰負責啊 那個陸外公軍刑法院那個部分 是國防部主管的法規 如果他們錯了 那誰負責啊 部長負責啊 我們直接法律的固定來跟委員做 我問你 林毅夫 到底現在 危害台灣什麼事情 做出哪些事情危害台灣 他現在到大陸幾年了 有沒有 國防部有沒有 你們最關心他有沒有 沒有 國防部委員 做哪個事情 他當年就是 背叛國家那個 投敵了 那麼這個行為 我們國防部 保國務民的決心 這個是忠心思想問題 不是說他現在什麼事情 他當年那個行為 是投敵 我們在依法 那刑法規定啊 你沒有 多久以後就失效啊 有沒有設失效問題啊 因為他按照刑法 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他投敵的行為 因為林毅夫目前還沒有脫離 中共黨政軍的組織 所以他的行為在繼續中 我問你喔 你現在多少台灣人去那邊 參加中共的黨政軍 當人大當政委 你有沒有辦 你沒有辦 我們知道了 就會辦 你沒有辦人 現在辦了幾個嘛 你跟我講嘛 有的不是軍人 像我記得我們資料裡面 像黃之誠這幾個人 我們通通都在處理中啊 那不是軍人要不要辦啊 黃部又要辦 那個八委員 有些部的部份是 徽本部的主管的 我們就事論事啊 曾經有很多法界員跟我講啊 因為他前例會來找過我 但是我不願意談這個事情 因為這是你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立法委員的問題 他如果申請大法官解釋的話 會怎麼樣子 那個司外院來 這個案子他如果申請大法官解釋 是不是我們國防部有違憲 八委員 那我們司法院是司法行政機關啊 那大法官會議解釋 要依照大法官會議解釋法 來處理 法律來處理 那你們寫法律的 你有沒有跟我講啊 法律的概念是怎麼樣啊 這個是要 經由大法官會議解釋 那下次請大法官來說明好了 三位我跟你們講齁 這個講起來這個齁 我不願意講 因為他是宜蘭人 他今天說是別的地方 我不是為林宜蘭講話啦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啦 對不對 你們部長講什麼兇話 他只要回來我就逮捕他 假設我去帶他回來他敢逮捕他嗎 憑什麼逮捕他 哪一條法律 哪一條憲法可以逮捕他 拿出來看 不是你們說了就算了呢 對不對 他在大陸如果真的是 真的影響台灣那麼大 商業台灣那麼大 我們沒有話講 沒有人敢為他講話 但是呢 社會的公論怎麼樣 他還是有華典的驕傲耶 你們最中間裡面有幾個事 你能國家薪水到現在到大陸去 賣情報都沒有怎麼樣啊 所以 將心比心嘛 把林立夫 變成說你們 來樹立金威的一個典範 錯啦 錯啦 這個是我今天本來不想講的 但是我提的 既然提了我會跟你講這個事情 下一次我會好好問你們 那我再請問你們 這一次我們修訂陸海空 刑法 將過去沒有列出來 九策的標準這些問題 都法制化 明確化 條文化 這一點我很贊成 昨天你來拜訪我 我也想跟你提這個問題 但是我請教一下 一個酒駕的軍人 跟一般的酒駕的民眾 有沒有不一樣 在維護國人擁入權方面 我們應該注意到法律義務 跟他責任都是一樣 都一樣嗎 那社會的觀感沒有一樣 社會的觀感沒有一樣 一樣 一樣嗎 是嗎 那假設啦 現在我們募兵制以後 一個職業軍人 跟一般的所謂義務軍人 發生酒駕 社會的觀感會一樣嗎 對我們職業軍人要求會更嚴格 對啊 所以我今天跟你講 你這個一個職業軍人 如果是發生酒駕跟他發生事情 會不會影響我們 我們國軍的習相跟士氣啊 會 對嘛 會比較影響嘛 所以我今天喔 這個 我認為這個 軍人酒駕應該加重齊行啊 這個是社會的觀感 報告員 我們審計了五年 我們軍的酒駕七十一件 我們 除了二十件無罪之外 還有 五十一件嘛 是拘役罰金的 其他 我們都在量刑 所以我們判的刑 比一般司法 酒駕不分 因為軍人就是負責保國衛民 他本來在原型上 就應該受到比較多的尊重 也必須自我 自我的約束 是 所以社會對軍人有所期待 是 所以你們 我每次看到你們 國防部來這邊備行喔 穿得整整齊齊 其實我是為你們感到驕傲 對不對 我對你們有希望嘛 尊重你們嘛 對不對 但是我是說 你今天 我們在討論這個酒駕的問題 我認為 軍人酒駕 應該加重齊行 這裡沒有意見 我們在量刑上面 都是按照規定 我們都會從中來 那我請問你喔 目前這樣的修法方向 有沒有阻礙 你有沒有阻礙 我們完全配合 刑法185之3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阻礙 哪些委員反對 或是哪些 都沒有 大家都贊成 所以這個應該很順利嘛 對不對 那 你們 你們了解說 社會跟軍中 對目前來講 你們這條這個 修訂這次入海控制 一個刑法的部分 他們也沒有意見 都沒有 大家都 都認為應該 要 應該要 按照這個 酒駕 這個加重處罰條例的部分 來做 配合來修 修 也認為說 軍人應該加重齊行 我們在 案件 個案上面 都是由軍人法院的法官 來審諾情節 他獨眼量刑 所以在最後判決的結果裡面 我們判判徒刑的機率 非常的高 對我想 這個 軍人的角色不一樣 是 這個 我也希望說能夠做到這邊 針對林立夫的案子 我也跟法界很多人討論過 事實上 他如果申請大法官解釋 你們會很難看 所以講話不要那麼硬 對不對 我不是為林立夫 林立夫沒那麼偉大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上 要追求一個 法律之前人人公平 對不對 為什麼每次我在這個委員會 我都喜歡動怒 別的地方我很少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就是你們法律人 受到立法的捆綁 都認為你們自己對 最難溝通 最難交流 難怪我們廖委員講說 最會說謊就是你們法務部 不是國防部 法務部在站後面那個 要不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最會說謊的部會 跟大家道歉一下 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是針對法律的規定來做說明 你要不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大家公認你是最會說謊的部會 以後回答誠實一點 不要模糊 文字也是我們玩輸你 說實在 那也是法律規定的文字 我們就法律規定的文字 來做說明 你們要面對事實 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才是一個法律人的一個法律正義 老婆是守在法律的條文裡面 在那邊死守那個東西 不對啦 法律是要服務民眾的 要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結果你們沒有做啊 你們只是堅持法律的條文而已 這樣不對啦 謝謝